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12日 这是今天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 我现在是坐井观天的 看到新华社又发生消息 又有一些贪官被抓起来 习近平开始四大人事的大整数 开始抓人 重庆文化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很余力 应该是被女性的官员被抓了 这上面讲的是什么呢 是他犯的错误犯的罪行 违规收受离金 博物卡 违规接受宴请 等等 好奇 这套东西在中午官场都是通病 对不对 别人请你能不能不信吗 你吃完要请别人 都是这个风气 一看就是政治斗生 为什么抓他 他是孙政才的人 或者是不起来的人 八成应该是孙政才的人 这是内斗 那么今天不光这个消息 刚看到宋经纬的网站 还有新消息 除了他之外 还有国家开发银行 吉林省分行原行长 张赤抓了 他没有抓他 这也是这个内斗 孙政才的人 对不对 孙政才在吉林干过 一看都是选择性返回 所以越抓会越多 没有用 这我要讲的 因为前几个官员 我在上一场已经讲了 不去重复 你看台湾正在大选 靠选票 老百姓若我如初 刚才我看到了 这个叫TBS 我看应该是TBDS 这个电视台 很有意思 有三个画面同时出现 这边是侯如仪 这边是这个 柯文哲 这边是来行李 你看 人在其他条 中共在内斗 内斗是不文明的 互相参赏 而且四方又不独立 官样文章怎么登 老百姓只能相信 你不能质疑 这一切抓 叫清朗网络空间 对不对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那么再来看看最新的消息 还有一条 这是讲什么 目前呢 现在北京出现的就病情 疫情 北京20种传染病同传 北京现在 这么多的传染病 江苏女流感十天两废全白 你看这篇文章介绍 是看中国网站介绍的 中国大陆多地各种病毒 叠加流传 北京近日近期 一共20种法定传染病同传 以流感为主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出于较高的流行水平 而在江苏呢 一名女子患溜了 在家里硬扛着 结果呢 十天以后 就发现两废全白了 两废全白就大白肥 完了 以肺部感染多种病毒 随时有生命灵性 被消息冲上热搜 这是刚刚看到的消息 央视报道 北京市卫健病强 近期极尽传染 传染到呼吸道 传染病出于较高流行水平 病原体流感病毒 看中国网上看这个 一天生透 科兴新冠疫苗 停产了 也登场热搜第一 什么是科兴疫苗 给大家看 就这个东西 当年当初也是 风行也是 多数没有可能注射 这个东西 你看看这个假疫苗 大家停产了 中国科兴新冠疫苗 负面消息不断 拒报科兴 控股生物营兴建公司的 一年目前停产了 如果好多人不停产 该消息迅速冲上了 百度热搜第一 和微博热搜网 10号 一份落款和盖章 军为北京科兴 中围生物技术公司的 一个文本文件 叫警发新冠项 绩效工资方案 在网上传播了 文件落款事件 是什么时候 1月9号 也就从24年1月 开始停发 员工工资去填散 那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因为现在 没钱可转 才填不下去了 那么这篇文章讲 是这个1月10号 这个科兴后股 生物技术研究公司 咨询热线人员确认 科兴的新疫苗停产了 还需 如还在需要注射该产品 要询问当地 疾控部分 事后有库存 需要注射一些倒霉 你要好怎能停产 应该再生产 对不对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详细 介绍这个情况 你想想前段时间 很多人都注射 注射完了以后 有没有副作用 所以现在我发现 因为有的时候 你没打疫苗的人 必须打疫苗 身体还健康 是不是 那么加拿大注射的 疫苗质量怎么样 我不好说 总体来看 到现在历史 加拿大还没有出现 像中国这样的 那么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都是制度的问题 政治制度 这种制度就这样 它有什么事不好 不然老百姓屁 你包括这个 马腐败也是 你怎么知道 它就是一个腐败分析 也可能有腐败 但是 内度造成的抓到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在灌场 大家都知道 每天不都这样 你请我请你 中国人特点都这样 这不是回事 关键你这个 钱得来远 就问自己的钱正常 你愿意怎么吃怎么吃 愿意最清楚 关键他就是整人 找不到毛病的时候 就把你那个 吃饭也当成罪行 这显然就是扩大 我又这样讲 那么 现在就回到这个 上一场你讲完 就关键蔡俩 因为他这个事太重要了 很多人都了解 究竟 为什么习近平 特别重用他 他是又怎么爬上去 这是很值得研究 我们来看看 大街这边网站 他讲 蔡奇不仅是 欠名政治局常委之一 而且还兼任 中办主任 因为这个兼职 蔡奇成为了 习近平执政团队 随其出访海外的 政治常委 你包括金砖的后裔 他到了这个 这个 南非上 陪习近平 肯定他心里 特别清楚的 那一路怎么发生 就金砖政变 余政生参为参与 陈志刚怎么回事 李克强怎么死 没有任何人 比他清楚 这个蔡连 另外 蔡奇还被任命为 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 副主任 就是一个由习近平领导的 不透明的机构 就这个权力最大 抓人就行了 间谍特务 对不对 蔡奇被任命之前 第二个委员会 只有两名副主席 分别是党内排名第二的 总理和第三的 政参委员长 这篇文章就引述了 这个一个 评论员的观点 就是蔡生坤的观点 就是蔡奇目前在中共党内 处于一个非常高的地点 仅次于习近平 高过了宗敏李强 我认为现在还不能这样讲 他高过宗敏李强 在某些方面 高过李强 EBCO有些人是裁决的 靠习近平裁决 因为他离习近平最近 进水楼台 他可以说假话 骗习近平 是吧 那习近平自然然 可能有些事的决策 就倾向于他而不倾向李强 但是李强又是习近平的那个小秘书 在某种情况下 这习近平也不可能抛弃一下 所以说他两家 随高随低 不一定准确 现在他俩内度比较激烈 原因是蔡奇对习的绝对中 是不打折磕 习近平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李强也一样 习近平他干什么 他还能不干吗 你看那小蒋不讲了 习近平早年过 老女人搞出孩子 李强陪那个孩子在香港读书 什么就业等等那些事 但是应该是真的 我告诉你 秘书不都是这样吗 领导一搞出事以后 人家家俗来闹 包括带来先生 叫汉子来闹 所以秘书就出面 别人闹的眼睛 算啥事 你男人不都是这些小丑 你给他钱 秘书都是这样 然后回来跟领导 有领导 就处理利益厕所 回来收拾 收拾有的时候 这个恐怕威胁给钱的 百听 不百听 你四个习生子的故事 最后他讲 别人没有讲 那不百听了 我到现在半戏半戏 基本上相信是有这个事 否则怎么会这么详细的 时间地点人物名称都有 是不是 这很有意思 说菜鸟 你肯定是习近平 在这方面帮了不少忙 李强也一样 他们都得了习近平的重用 这篇文章讲 说是他仅次习近平呢 叫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就体贱在什么 清除低端人口 这个我是有印象的 这个是我从网上看的 你看这个 这个维基雷克也介绍他了 也就是 2016年 10月31号 蔡奇任北京市委副首席 14届北京市委副首席 十四届北京市委人大 决定了任命 他为副市长代市长 而且担任什么呢 2022冬奥会 葛冬残 冬奥残奥会 执行主席 17年月 二少当选北京市市长 他在北京大陆市 叫天际县 因为我这节目办了好几年 我都讲过了 那时候那个华尔 那个艺人是还在国内的 那个哥们挺可惜 英年糟失了 他的故事都讲了 咱们我那个研究研究讲一下 那么这个菜鸟当时就是什么 他就是吃了油 因为那个北京市那个地方光源 都是一些 有的和孙子参有瓜葛 有的是甲姓林的 有的什么这的那的 很复杂 有些人根本不打理他 再次排外 北京一般城市都是这样 外来一个市长 他都生气 你要外来一个书记 他们不太生气 因为觉得共产党一党执政 肯定在派书记 市长一般都写 书记当地匿务的人来干 对不对 所以很多那当官都在这等着呢 人都是这样 当你到了一定层次 比如说你到了副市长的位置 或者是市长助理 局长 你就想往上上 对不对 这个就是摇摇于世 每天做梦都在想什么 汇度上去 那怕了 都在等着自己能当大官 结果一看 还来很生气 就消极抵制 你看重庆也是 但是唐良之不就等着 最后很沉迷 都一死 一死我 我觉得 辽宁也是啊 你看那个李乐城是从苦北来的 来那天 火火去大爆炸 说 轰一声炸 那就是生气 就像唐良之走那天 五龙就跑炸 就中国官场都是那个 政权生气 你来 你来我告我的哥们 火火给他点着 轰一声炸 你那个机关食堂炸了 你不好擦 对不对 你整个 整都顶着走二个提示 他不会把他老大供出来 这帝光官员厉害啊 所以他刚吃了一句 就是采气生气 开会讲 驱逐地带人口叫什么呢 刺刀戒口 刺刀戒口什么 就是杀人 他为什么要驱逐地带人口 因为他觉得不安全 因为北京的流动人口太多了 他把这些人当中隐藏一些 这个被震敌力的带戏 是吧 他就借那长行拔火 在这整个数十万地带人口 全赶走了 就没有户口 因为你有户口 你会控制 对不对 你每天在 他就说一个罗贝一坑定住 你流动人口他不好定 采气狡猾 他通过这个方式 叫做抓 杀蛋 进一看 这各种的忠诚 那为了领导的安全 你想那是 你想那是 皇帝脚下 皇城脚下 需要这么个人 就打打打杀杀 另外有什么呢 西宁要视察北京 这个材料就是清洗这个天机器 是吧 你记不记得很多牌匾砸了 都白了 因为有些人 他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他就是到哪里去去看牌匾 对不对 他也不会什么GPS 更不会用手机什么搜索 说都不懂 包括这老头都不行 小孩都是小物 老头不就是看 标字牌 都没有了 找不到路那点时间 是吧 记得起来 很多低端人口恨蔡奇 所以中国将来 如果发生动漫 蔡奇是最倒霉的 为什么呢 我估计不光北京 才出现四五十万人寻找蔡奇 我就跟他讲 是吧 你想因为你整完别人 你忘了 人都记得了 人都是这样 都记仇 只是他现在没有机会报复 有位约天室 在发生这个事 把这材料就在飞走了 不飞走倒霉了 是吧 我讲的时候 就习近平为什么重用蔡奇 就觉得他忠诚 所以蔡奇就把 就拿过了一个重要位置 习近平给那个大树干 兄弟 给那个树干 你盛着三级票 既不是中美浪委员 也不是后中美浪委员 是吧 一杆子 直接进入了政治性 各个体 这样呢 这个蔡奇不得了 对他忠诚不得了 习近平也放心 因为他过去在一起玩 他再怎么也不可能 暗杀习近平 他是讲这个事 这篇文章讲 他说这个 由于这个蔡奇 他获得了这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 他那个目前的权势很大 他就讲到1月4号 这篇文章介绍 中共中央政治局 听取汇报 就习近平听取汇报 全国人大 国务院政协最高法最高纪 都向书记书汇报 党魁是习近平 而且在同类 以前的会议下 这篇文章讲 其实在对中央书记书 的评价上 产见的出现特别的称赞 因为这个菜脑 是书记处书记 对吧 说呢 中央书记处 极其主动作为 认真理性制成 就证明他肯定的菜脑干得好 因为习近平当了皇帝 这些人也想打成羊 就执行就行了 你不能角色 就听我就行了 那菜脑正好是认个角色 是吧 上船下大 跑腿的 就像李兰英 是吧 人们都讲了南庭 讲宫殿 工程里面 那些山雕小蛋的那些人 是吧 一个 跑套的 这个宦官不就是这样 他基本上这样一个角色 这篇文章讲 他说 蔡奇去年接任书记处 常务书记之后 对西思想的宣传 立下汉马很高 因为你想 就他这个本事 就是一个知性出身 我刚才一介绍 你们就知道 这维基伯都讲得很清楚 没什么本事 那基层那么爬上 有些公兵学员 又不懂英文 文化素质又一般 长的形象也不好 哎 能当这么大的官 就想 怎么能保障这个官 就是把他大哥 吹奉成 人民领袖 是吧 给他搞上皇帝 皇帝永远不会老财 这样他这个物质领袖 永远是保住了 你想他这仕途 这么就是 过得这么海涉气凉 才能不受贿 我不相信他办压事 不收别人钱 他不收别人钱 他以前送钱给别人 才能夸上这钱怎么来 就行贿受贿 他这个活水 我太了解当官了 连当官和你熟了都讲 最近手手紧 没整个钱 说官没当上 都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官场都一样 大官大探 中官大探 小官小探 这个菜鸟 也不是什么连结的鸟 怎么讲 那毛也很丰满 毛也很丰满 对不对 所以说他这个 催恐习近平的语言就在这里 他也知道习近平 这个没啥本事 都是公民学 谁不知道 杀了八戒 但是呢 他想我给你整成皇帝 你永远不必 为什么 他真就永远不必 是不是啊 所以这篇文章讲 他讲了蔡奇主管党的这个意识形态 负责推行 习思想 就歇思想 是不是啊 就找一些文人的理数也提不下来 是吧 顺海雄 就这些文人的马屁警 因为很多文人 他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这啥好事 是不是啊 然后找到赞助单位 你才能发挥你的秘密的生活 对不对 你要包括咱那个小平台 如果咱们愿意去福 找他老板 他叫咱怎么讲 咱就怎么讲 保证他第二天咱就派上保释节 第三天咱整个女秘书领了 他说 第四天咱的全世界就周庸 到时候就要胡说八道 今天传播个假消息 明天传播一个谎言 有钱就行 但是那个老家 不是咱们的年龄能做的 对不对 咱们的人生经历 说心里话还是有点理想 多多少有点小理想 我是讲什么就是菜鸟 结果菜鸟现在受到心灵重用了 他反复在全国宣传会议上 讲到 坚决拥护习近平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所谓党的文化领导权 是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 说过去几大班实际上都是平起平瘦的点 在胡锦涛的年代 李克强当中也是一样 你看李克强 这个李家超代表香港的数值的时候 都对习近平数万值 是李克强对不对 李克强对他不敢过 给李家超好对信 后来这个习近平把他灭了 李家超现在习近投锁了 这个保护家子 这个对战队了 要李克强现在上来 李家超就马上来给辞退 是吧 他看不上他了 那么我要讲什么呢 就是这个蔡鸟 为什么不得习近平的习惯 原因在这里 说习主持的政局常议会 只捧中央数一数 代表着蔡奇派系的得势 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五大级部 是有所被爱化的 现在看 我看他们这个李强两个队有胜负 也不完全说就是爱化了李强 爱化了国务院 但不等于爱化了李强 因为李强和习近平关于长够题 这个 咱们不清楚准不准确 我是比较相信的 就是去那个小蒋透露 说是他习近平给他写的条子 他可以调动军区的 五一个部队 这就厉害了 如果这有这个事的话 那就厉害了 那就说明有这个事很可能 为什么习近平害怕 一旦京城发动兵变 他身边的人给他求下来的话 你要李强要指挥出军队来 能指挥一部分就行 因为你那个调动部队 你毕竟有什么大票 你得有个令 是吧 那个他手 他手语亲自写的 我过去写 我给他写这个小词 是吧 假如一旦我背 你怎么样怎么样 李强可以调动一个军 那就足够了 是吧 那些哥们一招手 就前进 是吧 这种可能也不能排除 我认为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 他认为呢 蔡奇如今全情一失 这是李林毅的观点 说容易引起党魁欺 一定对手下派系的嫉妒的过程 随之而来呢 一定是权斗蔡奇下场 可能有种毛时代的名标 我认为啊 这个短期内也不至于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矛盾呢 当然被计划到 毛泽东时代那个程度 毛泽东那个时代 情况是很复杂的 因为毛泽东和林彪亚的矛盾呢 他们之间都在战争年代 那个时候 就一定是合作了很多年 因为矛盾也有合作好的时候 很复杂 好像不太适合 不太像这个蔡蝶和喜平这个关系 因为蔡蝶的前世也远远不如林彪 林彪是掌握军权的 所以他不至于 那如果他不能成为林彪 他只能成为什么呢 就勾下嘴 西林彪亚真正不喜欢 被他抛弃 给他给闲职 掉的地方 我观察 习近平讲个人的弟兄 一般来讲 他不会对他这些老臣下众手 他只能就是最大不激烈 就是把你冷冻起来 你看那个习立 习立是习近平的铁骨 也是属于这个 这个自将新军和普将新军的 没仔细研究 应该是自将新军的吧 他不就是因为在原本新军 打印的了 要让他在河南习近 习近上来 那就习近习近 再往上就走了 就高省了 没有讲到 他在那个地方 发生了极端天气 谁在结果炼死人 你看李克强派人给跑点整 是不是啊 你看到现在一声没有了 也可能习近平上他就是说 保留了公司 在务务操作了 你比如说你到西班工作 他说不露面 也行啊 天天吃好 好玩的 玩好那更好 跟你讲 整天小姐成群 是吧 声色全马 那个角色是最好 也不露面 每天是说西里话的 这个养尊处优 是不是啊 过着承受其余的生活 这习近平不会整 不会把习近平坐牢 他应该要派行坐牢 因为他都治罪啊 死了那么多的人 没有理由不成处啊 那么所以说习近平 我至于对这个 把这个菜鸟给装成冰标 除非这里发生什么大事 即使大事 菜鸟没有这个能力抢 像林彪 林彪那当年 他是控制军队啊 他全国解放以后 我还是挺了解 因为那时候啊 是大林市里 分成两部分 南院北院 那南院那不就是呢 南院的小楼 他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 对不起啊 感冒了 你想南 南院这一栋小楼啊 是二层楼啊 就像咱们现在的house一样 但比咱们house要稍微 两高一点 很显眼 就在那南山脚下 一个小楼 那个小楼就是给林彪建的 怎么建的 建政以后啊 由于党内权力斗争 再加上 林彪身体不好 没想阳论出游 他就在大林 选择大林了眼 大林就给他建的小楼 那这林彪呢 林彪呢 这个怕阳光 但是还想得到阳光 人不接触阳光 照射就完蛋了 直白线 没有直白线就完蛋 身体就完蛋 怎么办 怎么给他写个天窗 据说林彪要经常光 系统在底线 就是下太阳 脱光的塔 因为那天上下的那点光线 折射以后了 不上皮革 适合他 他不敏感 在这个房间调的温度 必须是很稳 他当年写那个特级妇礼 什么那些书法 就挂在那个房间里 我经常去 那是因为市里书记 后来林彪走了以后 离开大林上北京了 我就把房子留给大林市里了 因为市里书记 当时是毕基之 胡以宁 副万中 于学祥 我都书得不得了高次 都在那办公 我经常去找那个 就是陆书记于学祥 于学院管文化教育 那个人好 咱们 要接触最多的他们的秘书 我都数 他们的哪个秘书和我不是 数的不得了 有的都是 互相这样对我来了 我都不详细讲 我要讲评 就那个人我经常去 他们就讲 这当年就林彪就说我了 林彪就不愿意回北京 蔡内斗 毛泽东后来就为了 想利用他 断掉留守旗 就把他弄回北京 台湾不去就好了 他说回北京 你看 他套美援朝就让他去打 带兵打仗 他不去就彭德文去 所以呢 那时候你想 毛泽东 威信那么高的党内 他想打他 后面不打仗了 党内军队 都不同意思想 有些人不愿意打呀 咱刚解放 刚打完仗 玩着干嘛 咱有啥关系 不愿打 你看一个是高岗 一个是彭德文猿 是不是啊 高岗后来和毛泽东 毛泽东不是一个心眼 被他被毛泽东灭了 刺杀了 刺杀了 长人潇洒了 那个高岗的儿子 我都见过 他到大连野区 后来办一个企业 你看林彪这个 这个去了北京以后 毛泽东就利用他来斥 至少留守旗 因为他控制军队 所以文化大革命 他为什么发动 就是攻坚法士 毛泽东控制不了 都不听他 特别北京市民 达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想在北京的报刊 发表文章都发动不了 只好转转到上海 对不对 利用这个姚彭斯的儿子 彭德怀 不是彭德怀 姚彭斯的姚彭斯 还有张春桥 他们在上海发难 对不对 又利用上海的工年阶级 文文 这个我比你讲最详细的 为什么 我是这个年龄过来的人 所以我们这一代能讲 讲清水 所以这个 他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 就是西宁的菜鸟 不是给打刺 我一看有些评论员 他们可能年轻啊 就是搞学问期 但你们没经历那时代 就是菜鸟 不可能成为林苗 到那个下场 也不可能成为刘少奇 但是呢 他有可能得罪西宁以后 西宁觉得 就是 李强反应太激烈 这么厉害 换个位置 地方有的是 先知有的是 对不对 养去了不就完了 这个 不会像 这篇文章讲的啊 说是 他的下场 有可能自毛时代的名标 他的下场 最多就是孙政策的下场 是不是 这些腐败分子丸 那个也不可能 西宁怎么忍心 对他的弟兄 下这么大的事 很受不了 他顶多是跟冷冻起来 虚的一样 我认为 应该是比较靠谱 那么这篇文章 他就讲到了现在 网上的很多议论 说习如果突然死亡 接班人成问题 西家军的 现中期内斗 现实材料可能是 全都夺权者 这个对 如果习近平现在 突然间生病 死掉了 或者是残废了 残了 是吧 或者发动战争 最后死于战争 那这个权力真空 就可以产生内斗了 就是现在这 跌下二 二乘以下 就开干了 这时候 蔡苗肯定 首领一定的权力 咱们不太清楚 他的权力有多大 能够掌控军队 到什么程度 到那一天 我分析 可能即使 殿小二们 政权夺利 互相之间残杀 也轮不到蔡苗 这就看谁能控制军队 因为咱不太清楚 军队谁在说出来 我刚才小蒋讲 是总绍就是控制军队 总绍就是控制军队 是因为习近平在 他能控制军队 如果习近平死终 就是马上军队 就给他抓起来 就是他抖上 那恐怕就不行 从目前看军队 应该是张又贺 算是老陈 他控制的 要厉害 那控制厉害 如果打起仗的话 可能军中 将来会有一种 蔡压式的人 就是会突然间刑起 这种事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打仗的话 得靠近真道真强 人能干啊 比如说打台湾嘛 比如说咱们打台湾 就是有点不太 就是 这个事不太好讲 就打菲律宾吧 比如说习近平和菲律宾 下令打了 人家打赢了 哎 就带兵具体打仗 那个人 在军队当中 一军突袭了 一向你又能打造 对不对 像这样的军队都连了 他如果不听话 那行 突然间死了 他就被拆了 就把李昌拆了 人都抓了 是吧 到那天 也可能他就 回恋李克强 因为你现在不知道 他心里怎么想的 他比较认识忠诚 他自有一套 人都很很难判断 你只有他 他出了大事 就是人格的秘密 才能崩发 也可能他属于拆了什么 早年受共产党迫害 也在心里埋着臭气象 根本终于用一天 让中国民主化 是吧 这完全有可能 就是 也可能是 李克强才行 也可能是 鱼目嘎脑的 就忠诚于习近平 把他儿子在护着他儿子 继续搞这个 像鸡三胖那边 金家政权那样 也可能 这个都不好说 至于说蔡女儿是什么结局 我认为将来 他就是一个习近平的影子 习近平在 他是有饭吃什么都行 习近平倒了他就 他得罪人太多了 你就包括 你看他得罪多少 你就这个驱逐地段人口 有多少 是不是啊 你包括北京这些地段人口 现在有很多人 可能走了 到其他省市 其实有的已经又回来了 回了以后也不只是 但他心里永远寄的菜鸟 当然当年刺刀剑鸿 你会整个是吧 就要家破人往 人民事所呀 再加上菜鸟 你想现在搞那一栋 帮助习近平 整个很多人 倒霉 六派西洋 江派 胡派 有亚洲的 有四所 火箭军里面 是吧 多着 你想咱们不太清楚 肯定是 满面都是敌人 那天他就倒霉了 因为什么人家 习近平他们不能报复 因为习近平死了 对不对 但是他抓你菜鸟 你往哪里飞下 所以这一般来讲 这种极权统治身边的人 都是非常明显 下场都不太好 你看那个 斯大利一死 是吧 喝了酒 他不乐会 超好看 因为斯大利在房间里 办公的时候 不允许你随便进去 即使有病 倒在地下 你不能随便进 然后他就昏倒了 是吧 昏倒了以后 躺在那 他们的窗 他不敢进 但是他在救他怎么办 这个 据说喝的小孩 还很坏 就等他死来 确定 确实是不行了 再假装求 然后 马上就是说 去 我不知道我讲什么 准确 我看了算就讲 祝可夫说 就在那儿等个人 把军头调了 镇住镇 我第一个刷的是贝利亚 是吧 贝利亚是干嘛 斯大利呢 就是独裁统治最鼎盛的年代 他就去名言 大哥 他不是叫大哥 大哥 你把人质交给我 我叫他三分钟 承认他是英国女王 就是怨假错癌啊 情绪逼宫啊 你要什么材料 就给你整个什么材料 我三分钟 就让一个人质 人范承认他是英国女王 就多厉 就心情逼宫 然后这个斯大利一死 他心想 哥们马上就上来了 他应该想当那个副主席啊 第二副主席 他下杀了一个 结果呢 赫雷晓夫首先 斯大利亚把他抓了 他抓了 二老婆 就是没审判 怎么就把他抓了 不但没审判 你之前就不能了 他抢就出来给他打死了 因为贝利亚双手 这样拿了 政敌的嫌虚啊 你看这斯大利一算就是了啊 问题是虔诚之见啊 后者有人啊 就是 好多这个历史故事都有啊 蔡娘也知道 为什么他扮演这个角色 人家毛病就在这里啊 就吃了一百个痘 不是痘性味 是不是啊 所以家里你可以想象 要吸引真倒台的话 那他追随他这人 确实是结局 确实是不可预测 一定是比较负面的啊 好 谢谢再见